花海航行 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 刘慈欣经典科幻小说 赡养上帝第一集 上帝又惹秋生一家不高兴了 这本是一个很好的早晨 但这个早晨全让上帝给搅了 上帝今天起得很早到厨房去热牛奶 结果夜花器忘了关 刚清完牛圈和猪圈的秋生媳妇玉莲回来了 闻到满屋的夜花器味赶紧关了气 玉莲大嚷道 老不死的 你要把这一家子害死啊 被训斥的上帝像往常一样低着头 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 我把奶锅拿下来了呀 他怎么不关呢 上帝胆怯地说 你以为这是在你们飞船上啊 正在下楼的秋生大声说 这里的东西都是傻的 我们不像你们什么都有机器伺候着 我们得用傻工具劳动才有饭吃 上帝小心翼翼地回应 我们也劳动过 要不怎么会有你们 玉莲愤愤地说 有本事走啊 再早些个孝子嫌孙养活你 最终对上帝的训斥像每次一样 又是秋生打了圆场 此时秋生的孩子也起床了 向秋生和玉莲哭诉着 说这个上帝晚上一直咳嗽 吵得自己都睡不着了 玉莲觉得自己家摊上 赡养上帝这样的事情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被训斥后的上帝没敢吱声 饭后上帝像往常一样 很勤快地收拾碗筷 玉莲在外面冲他喊 不带油的不要用洗洁精 那都是花钱买的 就你那点赡养费 此时秋生爹起床了 招呼着上帝来陪自己下棋 同秋生爹下棋是件苦差事 无论输赢都会被这个暴脾气的秋生爹给训斥 如果上帝输了 秋生爹会认为他身为上帝就这么点本事 如果赢了 秋生爹会骂道 身为上帝 赢我算什么本事 总之 伺候秋生爹下棋 是件输赢都不讨好的差事 直到秋生爹累了串门去了 秋生两口子下地干活 孩子上学去之后 这才是上帝一天最清静的时候 在午后的安静时光里 上帝叹息着 哎 日子怎么过成这样子呢 这不仅是上帝的叹息 也是秋生 玉莲和秋生爹的叹息 是地球上五十多亿人和二十亿个上帝的叹息 这一切都要从三年前的事情说起 三年前的一天 共有两万多艘飞船抵达了地球 均匀地停泊在地球的同步轨道上 以后的几天 人类世界与外星飞船的沟通尝试均告失败 飞船对地球发出的询问信息保持着完全的沉默 但地球上却在发生着另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世界各大城市中陆续出现了一些流浪的老者 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特点 年纪都很老 都留着白胡须和白发 他们说不清自己的来历 只是用生硬的各国语言向路人乞讨 都说着同样的一句话 我们是上帝 看在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份上 给点吃的吧 起初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接下来老流浪者们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 增长到了三千多万人 最恐怖的是 他们都在说着同一句话 我们是上帝 看在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份上 给点吃的吧 直到这时 人们才把注意力转移到外星飞船上 最近各大洲上空都多次出现了原因不明的大规模流星雨 经过观察 人们发现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那些流星雨就是从天而降的老流浪汉们 通过一种叫再入魔的蜜蜂服 使他们能够安全地抵达地面 之后不久 他们的人数已接近一亿 此后 各个国家都试图在他们中找出一个或一些代表来谈话 但他们声称上帝们是平等的 任何一个人都能代表全体 于是在为此召开的紧急特别联大会上 随意找来一个英语已讲得比较好的老流浪者 进入了会场 在秘书长提问这位老流浪汉之前 他笑着说 呃 我 我还没吃早饭呢 于是有人给他端上一份早餐 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中看着他狼吞虎咽 等他吃完后 秘书长发问 你们从哪里来 老流浪汉说 一个文明 只有在他是个幼儿时才有固定的位置 行星会变 恒星也会变化 文明不久就得迁徙 到青年时代 他已迁徙过多次 这时人们肯定会发现 任何行星的环境都不如蜜蜂的飞船稳定 所以飞船就是家 我们从飞船上来 你们总共有多少人 二十亿 你们到底是谁 秘书长的这个问题问的有道理 他们看上去与人类没有任何不同 老流浪者说 我们是上帝 我们的文明在地球诞生前就已存在了很久 在上帝文明不如衰落的暮年时 就在刚形成不久的地球上培育了最初的生命 然后上帝文明在接近光速的航行中跨越时间 在地球生命世界进化到适当的程度时 按照我们元祖的基因引入了一个物种 细心地引导它进化 最后在地球上形成了与我们一模一样的文明种族 秘书长问 如何让我们相信您所说的呢 这很容易 于是人类开始了历时半年的正式行动 人们震惊地看到了从飞船上传输来的地球生命设计蓝图 看到了地球远古的图像 按照老流浪者的指点 在各大陆和各大洋的岩层中 挖出了那些令人惊恐的大机器 那是在过去的岁月中 一直监测和调节着地球生命的仪表 人们终于不得不相信 至少对于地球生命而言 他们确实是上帝 此后在第三次特别联大会上 秘书长终于代表全人类向上帝提出了那个关键的问题 他们到地球来的目的 上帝说 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 你们首先要对文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每个人都会经历童年青年中年和老年 最终走向死亡 甚至宇宙本身也有终结的那一天 具体到上帝文明 是文明不如老年的第一标志 那时上帝文明中的个体寿命已延长至近4000个 地球年而他们的思想在2000岁左右就已完全降化了 创造性消失殆尽 这样的个体掌握了社会的绝大部分权力 而新的生命很难出生和成长 文明就老了 文明衰老的第二个标志是机器摇篮时代 那时机器已经完全独立运行 能够自我维护和更新 我们不需为生存付出任何努力 完全靠机器养活了 渐渐的我们忘却了技术和科技 文化变得懒散而空虚 失去了创新能力和进取心 文明加速老去 你们所看到的 就是这样一个进入了风烛残年的上帝文明 秘书长问道 现在可否告诉我们上帝文明来到地球的目的 上帝叹息道 唉 我们无家可归了 我们的飞船都是些老飞船 机器的部件老化失效 漫长时间内积聚的量子效应 产生出越来越多的软件错误 现在只能够勉强维持生存 秘书长问 那没有补救的办法吗 上帝摇摇头 上帝文明已到垂暮之年 其实早在我们之前 已有上百代人生活在机器摇篮之中 技术早被以往干净了 现在我们不会维修那些飞船了 其实在技术和学习能力上 我们连你们都不如 我们连点亮一盏灯的电路都不会接 连一元二次方程都不会接 终有一天 飞船警报说已经到了报废的边缘 上帝文明只能进行不到光速十分之一的低速航行 飞船已经无法继续养活二十亿人了 让我们自寻生路 我们也想过这一天的到来 在我们的两千年前 也就是地球的三十五亿年前时 飞船就开始对我们发出警告 于是我们采取了措施 在地球上播种生命 为养老做准备 虽然我们遗忘了技术 但在一个星球上启动生命进程 机器就能帮我们完成 拨下种子生命就自己繁衍起来 接下来需要的只是时间 几十亿年漫长的时间 接近光速的航行 能使我们几乎无限的拥有另一个世界的时间 但现在上帝文明的飞船已经老化 再也不可能接近光速 否则我们还可以创造更多的文明世界 就能拥有更多的选择 而此时我们已被禁锢在低速 这些都无法实现了 秘书长说 这么说 你们是想在地球上养老 上帝回答道 是的 希望你们尽到对自己的创造者的责任 收留我们 我们想融入你们的社会 进入你们的家庭 在上帝文明的童年时代 我们也曾有过家庭 童年是最值得珍惜的 你们现在正处于文明的童年时代 如果我们能够回到这个时代 在家庭的温暖中度过余生 那真是莫大的幸福 秘书长说 可你们有二十亿人 地球社会中的每个家庭 都要收留你们中的一至两人 是啊 给你们添麻烦了 当然我们会给你们一定的补偿 他说完 台下的两名上帝 台上了一个金属箱子 是大量的高密度信息存储体 系统地存储着上帝文明 在各个学科和技术领域的所有资料 他将使地球文明产生飞跃进化 相信你们会喜欢的 秘书长看着金属箱 与在场的各国首脑一样 极力掩盖着心中的狂喜 说 赡养上帝应该是人类的责任 虽然这还需要世界各国进一步磋商 但我想原则上 此后人类世界对上帝文明的赡养时代 正式开启 而真正的故事也正式开始了 刘慈欣经典科幻小说 赡养上帝第二集 此后 二十亿上帝从天而降 被分配到了全球各个家庭中 并由各个国家支付给每个家庭一部分赡养费 由于人类得到了上帝的科技资料 人们都对未来充满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袭击和憧憬 似乎人类在一夜之间就能进入世世代代梦想中的天堂 在这种心情下 每个家庭都真诚的欢迎上帝的到来 这天 秋生一家同乡亲们早早的等在村口 分配到本村的上帝 在接到上帝后 秋生一家人开心的陪着上帝回家 玉莲高兴的说 听说 你们送给的那些技术 马上就能让我们的社会实现共产了 到时候是按需分配 什么都不要钱 去商店拿就行了 上帝说 是的 其实按需分配只是满足了一个文明最基本的需求 我们的技术将给你们带来的生活 其富裕和舒适是你想象不出来的 而秋生爹则关心着 自己能否像上帝一样长生不老 上帝说 我们并不能长生不老 只是比你们活得长些而已 其实人要活过三千岁 感觉和死了也差不多 对一个文明来说 个体太长寿 是致命的危险 秋生爹高兴的说 不用三千岁 三百岁就成了 想想 那样的话 我现在还是个小伙 说不定还能 嘿嘿嘿 这天 村里像过年一样 家家都张罗了丰盛的宴席 为上帝接风 秋生家也不例外 一家人好酒好菜招呼着上帝 与上帝亲切地攀谈着 上帝文明进入人类社会的最初一段时间 是上帝们的黄金时光 那时 他们与人类家庭相处得十分融洽 仿佛回到了上帝文明最美好的童年时代 对于他们那漫长的一生来说 应该是再好不过的结局了 秋生家的上帝 在这个秀美的小村庄 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 每天散散步 钓钓鱼 同村里的老人 聊聊天下下棋 其乐融融 但他最大的爱好 是看戏 爱看的是梁柱 连看了好几场 有天 玉莲发现了一个秘密 他悄悄地 对秋生和公公说 上帝爷子 每看完戏 总是从里面口袋 掏出一个小纸片看 我刚才啊 偷看了一眼 那是张照片 上面有个漂亮姑娘呢 傍晚 上帝又在端详那张照片 秋生爹悄悄凑过去 上帝爷子 你那是从前的相好 上帝赶紧把照片塞进怀里 哦 是 他是我两千多年前的爱 那时我们都还很年轻 他是极少数 没有在机器摇篮中沉沦的人 发起了一次宏伟的探险航行 要航行到宇宙的尽头 他期望用这次航行 唤醒机器摇篮中的上帝文明 当然 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罢了 他让我同去 但我不敢 他就自己去了 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 我对他的思念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这么远的航程 那艘探险飞船 会很贴近光速的航行 他应该还很年轻 老的是我 宇宙啊 你们真不知道他有多大 你们所谓的沧海桑田 天长地久 不过是时空中的 一粒沙呀 谁也没有想到 上帝与人类的蜜月 很快结束了 人们曾对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科技资料欣喜若狂 认为他们能使人类的梦想 在一夜之间变为现实 上帝文明提供的那些巨量的信息 被提取了出来 并被译成英文 世界各国都得到了一份拷贝 但人们很快发现 要将这些技术变成现实 至少在本世纪内是不可能的事 在石油即将枯竭的今天 能源技术是人们最关心的技术 但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很快发现 上帝文明的能源技术 对现代人类毫无用处 因为他们的能源是建立在正反物质湮灭的基础上的 而且这些能源机器的燃料 反物质 需要远航飞船从宇宙中开采 据上帝的资料记载 距地球最近的反物质矿藏 距离地球有55万光年之遥 而接近光速的星际航行 几乎涉及到所有的学科 其中大部分理论和技术 对人类而言高深莫测 人类学者即使对了解基础部分 也可能需要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科学家们曾满怀希望地 查询受控核聚变的信息技术 但是根本没有 这很好理解 人类现代的能源科学 并不包含钻木取火的技巧 在其他的科学领域 如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也一样 最前沿的科学家 也无法读懂那些资料 事实证明 上帝科学与人类科学的距离 是一道无法跨越的深渊 也就是说 上帝带来的先进科技 在人类看来一文不值 来到地球的上帝文明 不仅没有使人类科技得以发展 地球上却为此增加了20亿人口 这些人都是不能创造任何价值的超老人 其中大半疾病缠身 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各国要付给每个接收上帝的家庭 一笔可观的赡养费 医疗和公共设施也已不堪重负 世界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而此时上帝和秋生一家的融洽关系 已不复存在了 他渐渐被这家人看作是一个天外飞来的负担 玉莲拿着自家上帝的赡养费 买了奶牛和彩电 还装了液化器 但上帝有着严重的气管炎 而给上帝看病 则成了他极不情愿的事情 久而久之 连秋生爹也怀疑 上帝是个混吃混喝的骗子 他怀疑 曾经上帝为何创作物种时 不直接造成人形 而是要经历过漫长的进化 最终变成人 也怀疑上帝说 活了几十亿岁 而在自己的飞船上 只有几千岁 他的这些想法 导致了他对上帝的反感情绪 与日俱增 最终 在秋生爹的质疑下 上帝拿出了自己恋人的那张照片 说明了 这是一台接收器 依靠中微子或引力波 来与如今 还处于接近光速航行中的恋人 在交流 只是自己处于地球时间 他传来 我爱你三个字的信息 每个字 在地球时间 都说了一年多 已说了三年半 现在正在结束你字 完全结束 可能还需要三十月左右 上帝把目光从照片上移开 仰视着院子上方的苍穹 他说 他后面还有话 我会用尽残生去听的 但这一切 也都无法挽回秋生一家 对上帝的反感 家里唯一还对上帝 保持着尊敬和孝心的 就是秋生 秋生高中毕业 加上平时爱看书 孙力厨去那几个考上大学走了的 他就是最知书达理的人了 但秋生平时看老婆的眼色行事 听爹的训斥过活 他这个样子 在家里自然无法维护上帝的权益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如同这篇小说开头时的那样 终于有一天 上帝与秋生一家的矛盾 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因为玉莲买来的方便面被上帝拿走了几包 当玉莲质问时 上帝回答说 河对岸的上帝们已经断粮了 说自己是把方便面给了他们 但玉莲却认为上帝是在吃里爬外 他一气之下就把上帝赶出门 上帝默默地收拾完自己的东西就走了 而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的上帝 情况也都好不到哪里去 于是城市中再一次出现了大批流浪的上帝们 在秋生得知自家上帝被赶出门后 秋生也要离家出走 但是他被玉莲和他爹给拦住了 秋生爹说 回来 你咋的 就算不要老婆孩子 爹你也不管了 秋生冷冷地说 要是创造出我们的祖宗的祖宗 你们都不管 我不养你的老 也算不得什么大罪过 说完 自顾自走去 留下他爹和媳妇在门边目瞪口呆地站着 而上帝们也重新汇集在一起 准备回到那些破旧的飞船上 在临行之前 秋生家的上帝 却为秋生一家人留下了一个故事 一个足以颠覆人类命运的故事 因全世界对上帝文明反感情绪的激增 人类社会出现了许多虐待上帝文明的事件 尽管全球有通用的上帝文明保护法 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上帝文明在社会中的地位日趋下滑 最终 两万艘外星飞船又布满了地球的天空 在以后的两个月中 飞船接走了在地球上生活了一年多的20亿个上帝 而秋生所在的村庄的上帝们走的这天 全村的人都去送了 所有人对上帝都亲亲热热 让人想起一年前上帝来的那天 好像上帝前面受到的那些嫌弃和虐待 与他们毫无关系似的 秋生一家去送本家的上帝 一路上大家默默无语 快到村口时 上帝停下了 对一家人鞠躬 就送到这儿吧 谢谢你们这一年的收留和照顾 真的谢谢 不管飞到宇宙的哪个角落 我都会记住这个家的 秋生爹伤感的说道 上帝爷子 你们那些船可都是破船了 住不了多久了 你们坐着他们能去哪呢 上帝平静的说 飞到哪儿算哪儿吧 太空无边无际 哪儿还不埋人呢 玉莲突然哭出声来 上帝爷子呀 我这人啊 也太不厚道了 把过日子攒起来的怨气 全撒到您身上 哎哟 真像秋生说的 一点良心都没了 他提前煮了一篮子鸡蛋 递给了上帝 上帝接过了篮子 谢谢 其实我们到地球来 并不只是为了活下去 都是活了两三千岁的人了 死有什么可在意的 我们只是想和你们在一起 我们喜欢和珍惜 你们对生活的热情 你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这些都是上帝文明早已失去的 我们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上帝文明的童年 但真没想到 给你们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 实在是对不起了 秋生的孩子说 你留下来吧 爷爷 我不会再不懂事了 上帝摇摇头说 我们走 并不是因为你们带我们怎么样 能收留我们 已经很满足了 但有一件事 让我们没法带下去 那就是 上帝在你们眼中 已经变成一群老可怜虫 你们可怜我们了 你们竟然可怜我们了 他抬起头仰望长空 上帝文明 怎么会让人可怜呢 你们根本不知道 这是一个怎样伟大的文明 不知道它在宇宙中 创造了多少壮丽的史诗 多少雄伟的奇迹 记得那是银河1857纪元吧 天文学家们发现 有大批的恒星加速了 向银河系中心的运动 这恒星的洪水 一旦被银星的超级黑洞吞没 产生的辐射将毁灭银河系中的一切生命 于是 我们那些伟大的祖先 在银星黑洞周围 沿银河系平面 建起了一个直径一万光年的星云屏蔽环 使银河系中的生命和文明 才得以延续下去 此后仙女座和大麦哲伦星系的文明 对银河系发动了入侵 上帝文明的星际舰队 跨几十万光年 在仙女座与银河系的引力平衡点 迎击入侵者 当战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 双方数量巨大的舰队 在最后的阶段 上帝文明毅然将剩余的所有战舰 和巨量的飞战斗飞船 投入了这个高速自转的星云 使得星云总质量急剧增加 引力大于了离星力 这个由星际战舰和飞船构成的星云 居然在自身引力下坍缩 生成了一颗恒星 由于这颗恒星中的重元素比例很高 在生成后立刻变成了一颗疯狂爆发的超行星 照亮了仙女座和银河系之间漆黑的宇宙深渊 我们伟大的仙祖 就是以这样的气概和牺牲 消灭了入侵者 把银河系变成一个和平的生命乐园 现在文明是老了 但不是我们的错 无论怎样努力避免 一个文明总是要老的 谁都有老的时候 你们也一样 我们真的不需要你们可怜 秋生听完敬畏地说 与你们相比 人类真算不得什么 上帝回应说 嗨 也不能这么说 地球文明还是个诱饵 我们盼着你们快快长大 期盼着地球文明能够继承它的创造者的光荣 说到这里啊 我最后有些话要嘱咐你们 首先一定要飞出去 飞 飞到哪儿 秋生爹迷惑地问 上帝说先飞向太阳系的其他行星 再飞向其他的横行 不要问为什么 只是尽最大的力量向外飞 飞得越远越好 这样要花很多钱死很多人 但一定要飞出去 任何文明待在它诞生的世界不动 就等于自杀 到宇宙中去寻找新的世界新的家 把你们的后代像春雨般撒遍银河系 下面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一个天大的秘密 他用蓝幽幽的眼睛 依次盯着秋生家的每个人看 他目光如嗖嗖寒风 让他们心里发毛 你们有兄弟 秋生一家迷惑不解地看着上帝 上帝说 我们还创造了其他的地球 也就是其他的人类文明 目前除了你们 这样的文明还存在着三个 据你们都不远 都在200光年的范围内 你们是地球四号 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在来你们的地球之前 我们先去了那三个地球 想让他们收留我们 地球一号还算好的 在骗走了我们的科技资料后 只是把我们赶了出来 地球二号扣下了我们中的 一百万人当人质 让我们用飞船交换 我们付出了一千艘飞船 他们得到飞船后 发现不会操作 就让那些人质教他们 发现人质也不会 就将他们全杀了 地球三号也扣下了 我们的三百万人质 让我们用几艘飞船 分别撞击地球一号和二号 因为他们之间 处于一种旷日持久的战争状态中 其实只一艘反物质动力 飞船的撞击 就足以完全毁灭一个地球 我们拒绝了 他们也杀了那些人质 求生爹愤怒地说 这些不肖子孙 你们应该收拾他们 上帝摇摇头道 我们是不会攻击自己创造的文明的 你们是这四个兄弟中最懂事的 所以我才对你们说了这些 你们那三个哥哥 极具侵略性 他们不知爱和道德为何物 其凶残和嗜血是你们根本无法想象的 其实我们最初创造了六个地球 另外两个分别与地球一号和三号 在同一个行星系都被他们的兄弟毁灭了 这三个地球之所以还没有互相毁灭 只是因为距离较远 他们三个都已经得知了地球四号的存在 不过他们并没有太阳系的准确坐标 暂时还没那么可怕 因为这三个哥哥虽然文明进化程度都比你们先进 但仍处于低速宇宙阶段 最高的航速不到光速的十分之一 这是一场生死赛跑 看你们中谁最先能够贴近光速航行 谁能够先达到这个技术水平 谁才能生存下来 这就是宇宙中的生存竞争 孩子们时间不多了要抓紧啊 求生爹战战兢兢的问 这些事情地球上那些最有学问最有权力的人都知道了吧 上帝说 当然知道 但不要只依赖他们 一个文明的生存要靠其每个个体的共同努力 当然也包括你们这些普通人 当你们以尽光速飞向宇宙解除那三个哥哥的威胁 还要抓紧办一件重要的事 找到几颗比较适合生命生存的行星 把地球上一些低等生物 如细菌海藻之类的 波散到那些行星上 让它们自行进化 哦 求生啊 上帝想起了什么 又站住了 走的时候 没经你同意就拿了你几本书 是你上中学时的数理化课本 我们要学习 从简易云二次方程学起 以后太空中的漫漫长夜里 总得找些打发时间的办法 谁知道呢 也许有那么一天 我真的能试着修好我们那艘飞船的反物质发动机 让它重新进入光速呢 求生兴奋地说 对了 那样你们又能跨越时间了 就可以找个星球 再创造一个文明 给你们养老了 上帝摇摇头 不不不 我们对养老已经不感兴趣了 该死去的 就让他死去吧 我这么做 只是为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 他从怀里掏出了那个照片 屏幕上 他那两千年前的恋人 还在慢慢说着 那三个字中的最后一个 我只想再见到他 这个宇宙 只要你耐心等待 什么愿望都有可能实现 虽然这种可能性十分渺茫 但总是存在的 我对你们说过 宇宙诞生于一场大爆炸 现在引力使他的膨胀速度慢了下来 然后宇宙的膨胀会停下来 转为坍缩 如果我们的飞船真能再次接近光速 我就让他无限逼近光速飞行 这样就能跨越无限的时间 直接到达宇宙的末日时刻 那时宇宙已经坍缩得很小很小 会成为一个点 那时宇宙中的一切都在一起了 我和他自然也在一起了 宇宙啊 就是两柱最后的坟墓 我和他就是墓中飞出的两只蝶呀 一个星期后 最后一艘外星飞船 从地球的视野中消失 上帝闻名走了 村子恢复了以前的平静 夜里 秋生一家坐在小院中 看着满天的星星 玉莲哭出了声说 上帝最后说的那两件事 地球的三个哥哥 我倒是听明白了 可他后面又说 要我们向别的星球上 撒细菌什么的 我想到现在也想不明白啊 秋生爹说 我明白了 在这灿烂的星空下 他鱼拙了一辈子的脑袋 终于开了窍 他仰望着群星 头顶着它们过了一辈子 他发现 自己今天才真切地 看到它们的样子 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充满了他的血液 他对着星海 长叹一声 说 人啊 该考虑养老的事了 未经许的资料